就趁现在 28岁的子玲是一名专业药师 两年前她怀着满腔热血返乡开药局 创业路上却困难重重 我比较感情用事 对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 但是我完全忽略到 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到这样 但子玲始终没有放弃 她也试着走出药局服务社区 早前还没带她这一口 她说我帮你添粉 对我帮你添粉好不好 只是在子玲创业的同时 妈妈却觉得被冷落了 孩子们为了让妈妈开心 暂时放下手边工作 在老家聚餐 而神秘嘉宾打扮成徒步环导者 打算带来一个大惊喜 中午晚上9点就在公事频道 谁来晚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